你不必擔心 這點上不算什麼 可是你已經流了很多心 我看著心痛 我答應過你 會平安回來 只要你在 你 還在等我 我說過 無論多晚 我都在 你可以想像嗎 上面這些畫面全部都是用AI生成的 現在用AI生成影片 基本上是網上又在推進了一個時代 前陣子有Google的Vio 3之後 讓大家非常的驚豔 現在有OpenAI的Sora 2 不過目前台灣還沒有開放 如果你想要試用看看的話 今天我們會分享一個服務 可以讓你免費的去使用Sora 2 往下來看吧 GO 我們的會員頻道已經正式啟用囉 如果你對AI教學內容有興趣 每個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錢 就會獲得更多的內容 想要更加深入學習 但常常出問題 選擇學習Plus方案 就一對一的聊天管道 或是你願意支持我們 也可以每個月請我客觀養樂多 讓我持續創作更多內容 影片要開始囉 你準備好了嗎 嗨大家好我是阿當 前幾天 其實我就把這個可以免費使用Sora 2 這個服務 有分享網址給大家去做使用了 不過有蠻多人 還不知道Sora 2 現在這個 AI影片生成的能力 到底是到什麼程度 如果你已經有試用過 或是有看過別人使用的話 應該就知道 現在這個Sora 2的能力 真的非常非常的強大 如果你沒有試玩看看的話 會覺得蠻可惜的喔 那我們今天要分享的這個服務呢 到底可以免費使用Sora 2 到什麼時候呢 我也不知道 趁現在還可以免費 大家就趕快去玩看看吧 首先在開始介紹之前呢 不如說我們就先來看一段 由OpenAI使用Sora 2這個AI影片生成模型 所製作的這個影片 這是官方宣傳影片 一年後 Sora 1 redefined what was possible with moving images today we're announcing the Sora app powered by the all-new Sora 2 It's the most powerful imagination engine ever built And it's packed with new features I'll pass it to Bill for more details Now every video comes with the sound 好大家看到這邊有沒有發現這個只要你有用過Google VIO3來生成影片過的人呢 應該看到這裡就會覺得Sora 2真的讓人家太過驚豔了 因為他除了生成影像之外 背景的音樂 配樂 特效的音樂 或者是呢 人物的口白對白 這些呢都算是可以很完美的就把它展現出來 當然我不能說呢Sora 2你現在給他任何的指令他都可以 完全完美的去按照你的指令去生成出來 Sora 2呢你目前試用下來呢給他的指令呢基本上完成度是可以高達八九成以上的 包括呢中文的對白的也是可以支援的喔 那有時候呢如果你需要配上字幕的話呢還可以幫你加上去 那目前測試下來呢可以說是呢Sora 2把這個AI影片生成的又往上再推列個層次 我覺得是完全碾壓過這個Google VIO3啦 那接下來呢我們會帶大家來實測一下 今天我會帶大家來試用的呢是MindVideo這個服務 那這個AI服務呢裡面現在呢已經有搭配了Sora 2的這個AI影片生成模型 可以使用 而且你只要註冊登錄就可以直接免費使用 但可以免費到什麼時候我不確定 但是呢剩下來可以免費使用了大家呢就可以趕快來玩看看這個Sora 2的厲害之處啦 首先呢進到這個MindVideo之後呢我們就點擊右上角的登錄 我們就可以去使用Google帳號 或者是你直接用你的email直接註冊一個新的也沒有問題 好注射成功之後呢右上角呢這邊會顯示你目前的點數有多少 那預設呢免費賬號是不會有任何點數的如果你要使用其他AI模型 或是更多功能的話呢就會需要用到點數 但是呢單純的試玩看看這個Sora 2的話呢 他目前呢是提供你免費可以直接使用 那你如果想要有一點積分可以用看其他功能的話呢你就開始慢慢的每天去簽到 好你就點這個右上角的簽到 然後連續簽到呢就會獲得14個積分 那就每天一直點一直點 好接下來呢如果你想要試用看看Sora 2這個AI模型的話呢你就點擊左邊這個文字轉視頻 然後這邊就可以選擇AI模型 好你這邊看到有很多AI模型基本上全部都是要付費的 而且呢你會發現呢 連Google View 3呢現在每次生成都還有100個點數 但是呢Sora 2呢這個是免費讓你試用的 那即便你是用Sora 2 Pro的版本 那也只要5個積分我覺得蠻划算的因為 用下來你會發現呢Google View 3的生成能力 沒有Sora 2這麼的強 那到底有多強這邊我們來試給大家看 好這邊一樣我們就選擇Sora 2 Free這個免費的這個Beta的版本 好這邊呢就可以直接輸入你想要生成的影片的內容 那這個也可以精簡到什麼程度呢比如說 如果你完全不知道要生成什麼你就可以直接打中國古裝劇5個字就可以了然後就按下創建 那免費生成的限制呢就是 在你生成的時候有可能會遇到要排隊的狀況 那我建議大家如果想玩的話呢可以趁台灣時間在中午以前的話 人比較少那基本上比較不會排到對 生成速度跟等待時間也會比較快一點 那如果你是晚上使用的時候有時候這個一等會等蠻久的那也蠻容易會出錯 那如果他出現什麼生成錯誤完你就點右上角這個 重新整理他就會重新再重新生成了 好這邊呢已經生成完了我們剛才輸入了中國古裝劇5個字然後就生成了這個影片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成品的感覺 你不必擔心 這點上不算什麼 可是你已經流了很多血 我看著心頭 我答應過你 會平安回來 只要你在 大家看完是不是也驚呼了這個也太誇張了吧 如果呢不是上面有這個SOLAR的LOGO在那邊飄來飄去你真的不會發現 這個是有AI生成的影片是吧 那往下我也繼續生成那繼續生成的同時你會發現像我這次的生成呢就出現了這個排隊的狀態 為了讓大家呢更快的可以看到這個生成的結果我剛剛也用了另外一個賬號去申請的這個付費的方案 因為他使用PRO來生成的話呢每次耗費1期也只要5個點數也非常的少 在等待這個生成的結果我們先來看一下生成完畢的影片 好像這個是10秒的建案廣告然後要抄襲人就只有打這樣的關鍵字而已 我們來看一下生成的結果 再來這個呢一樣是中國的古裝劇 這次呢我有加上了要講的這個對白 我們來看一下生成的結果 你還是來了 蓋了結的 終究要了結 整體這個打鬥畫面我覺得還不錯雖然看得出來有一點點這個AI的感覺啦但是 你看像是這個對白指定的部分也都還不錯 但大家可以想一下Sora 2都可以做到這個程度的話 接下來我看下個月或下下個月看Google View 3推出了Google View 4 或者是呢Sora推出了3之後 這個影片生成能力我覺得到了明年之後大家應該人人都是導演吧 只要用文字就一直生成各種奇妙的影片出來了 再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指定為Q版的卡通的生成的畫面 這個感受到這個應該就是比較AI的感覺了但是你可以發現 一樣你可以指定更細節的內容給他的話我覺得生成出來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我現在用的這個Mind Video 他有個缺點就是 你用他來生成這些AI的影片 你給他的文字描述提示詞呢只能有200個字 這有點小可惜啦 就是會有限制在 所以有時候你想要描述更多反而做不到 那你可能就只能等Sora 2台灣正式開放再來玩也可以 或者是呢你就是跨VPN 取得這個邀請碼 那你就可以去正式的去好好試玩看這個Sora 2 除了橫式影片之外呢我這邊也是一個直視 那這個風格呢是 記者呢的新聞報導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生成的結果 真的是很像實際的這種記者在做新聞報導 然後很像雨災天災這種感覺 好最後呢我們再來生成一段呢 你可能在網路上的這種抖音 短音裡面可能會滑到這種短音的劇情 讓我們來看看這個AI生成的效果 你是不是又偷吃 沒有啊 你看這個連字幕跟表情都幫你配好 是不是有點誇張了 雖然有一些細節呢可以看得出來有AI感覺 但是我覺得呢 接下來當Sora 2全面問世之後 開放給大家的去做使用的時候 應該就會慢慢的出現 很多都是由Sora 2生成的這種短音的內容 畢竟呢你接下來只要寫腳本不用真的自己去拍攝 就可以靠AI幫你生成這種短音的畫面 所以呢原本已經發展很蓬勃的這種短音呢 我覺得未來這一年內會變得更加蓬勃 因為我們已經可以用 AI變成一個拍攝的導演了 原則上呢這五個範例的大家應該已經有感受到Sora 2的這個強大的地方了 那其中呢Sora 2還有一個部分呢我今天沒辦法展示 是因為呢Sora 2 其實呢在iPhone上呢你已經可以下載到App是叫做Sora by OpenAI 但是呢這個必須要有邀請嘛 而且目前台灣還沒有開放 你如果想要使用的話還必須要有美國App Store的帳號 然後登錄之後你就可以去下載到這個App 但是一樣的你要有邀請碼才可以去註冊來使用 那在這個App裡面呢雖然我都沒有畫面啦跟大家簡單的分享一下 你在這個Sora by OpenAI的App裡面呢 你可以直接拍下你自己的照片 然後可以設定一組包括你自己的聲音的聲線 也可以幫你複製上去 接下來他就可以用你的五官去生成各種影片出來 是不是聽起來有點可怕呢 就是連你自己要拍影片都不用了 你就可以直接靠Sora的這個App呢 去產生各種奇妙的短影出來 那我想呢距離全面開放呢應該也不會隔太久啦 因為現在AI真的進步太快了 這些AI廠商通常也不會等太久 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想要玩看Sora 2的話呢 可以先試看用這個Mind Video來生成各種影片 那之後呢App開放的話呢我也會在第一時間呢跟大家分享 看完上面的影片介紹之後呢大家不曉得想要使用Sora 2生成什麼樣的影片來試看看呢 不過呢不論你想要生成什麼樣的影片 記得這個上面有這個Sora的這個浮水印的logo呢 不要把它去掉 雖然現在有網路上有很多影片去掉浮水印的工具 但不要把它去掉會比較好 畢竟就是有AI生成影片 而且Sora 2生成的這個效果基本上已經是可以倚假亂真了 雖然呢我已經可以預想到這個未來AI詐騙的這個狀況了啦 但是呢基於道德觀念 大家不要為了這個有趣以及好玩然後過度倚假亂真 盡量還是保留這個AI生成出來這種Logo或是浮水印會比較好一點喔 今天的影片我們就分享到這邊啦 喜歡今天的影片也不要忘了按讚訂閱分享還有開啟小鈴鐺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AI相關教學的話 別忘了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是阿湯下次見 掰掰 掰掰